所以他就很难站在一个比较中立的角色 让大家闭口说为什么是这些 那要怎么办呢 当然好龙斌都讲话 立文也都讲话了 然后连韩国会候选人都说 你不是带着他去骗人 那他如果不看平台 然后你也送进去 那怎么办呢 他双方都没有下盖一些 我们现在这样假想 你不觉得 今天18号 假如他真的要立种名单 会不会 他还要再看临时钟上 对他还要再看 然后他会不会更混乱 有可能 因为各系统会觉得说 我本来有的现在又没了 没有的就不爽 然后呢 没有这个小妈再进来 会搞到更混乱 所以我认为 你知道他有地域分配 比方贫困的这个廖宛如啊什么 可是你知道那欧崇军 你把他 你孤活欧崇军跟慧玄两个字 那个是几百万则的 应该是几十万则的导司 那他把它放到安全名单 我觉得新龙界的外品 这些也很好啊 这也就是什么 我有事 我也蛮低伤的 如果这些监控选区的人都在他前面 对啊 那我平和一康 南南泰式全部的选区 才能有个耐心得也 对就是真的有一点点尴尬 对 而且加上各个系统的推荐人 比如说像我的学弟陈以信 他第一天公布的时候在安全名单 对啊 然后现在又把它送到安全名单 对啊 后来折腾之后呢 一叫到后面去 他已经回来 他本来写了一个歌啊 你怎么知道 他本来还说 我记得当时很多老婆跟他功课的时候 他还说 没有没有 他说认终 认终道理 结果没想到 后来到了晚上 你不见了 他妥协了 他就说 他就说可以把马剔的成衣 他就说可以把马剔的成衣